刚安录丁虹台长 我自己的业照自己背 我是69年属鸡的 69年属鸡的是吧 看到了 你说吧 我想问什么 我想就是 我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抑郁症患者 我看看啊 你有钓过孩子 听得懂吗 奥不就奥了 打掉孩子有什么关系啦 还不讲 不讲就没钓啊 我看看钓几个啊 你不讲我就拼命的看 你讲了我就算了 真的两个 是的 鼓掌 看见吗 我告诉你 我现在看你全部都看出来了 你这个人 脑子傻傻的 听得懂吗 被人家骗钱 你就你这种人 赚一点钱 还要去投资啊 你就不要投资了 钱都被人家骗掉 还投资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听得懂可以不投资吧 不投资 没有不投资 骗掉了说不投资 当心啊 你婆婆的身体非常不好 对不对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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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问题在这里 不是经常弄她 现在她经常还弄你 听得懂了吗 因为你婆婆对你很不好 整天骗你脑子坏掉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她就经常来 身上的灵性也来搞你 所以呢 让你有一个腿 经常有点像瘸瘸一样 经常要抽筋 走不动 对不对啊 对 真的懂吗 真的懂 你老实一点 台湾很快就帮你治好了 我帮你治好之后 你很快就要去治你婆婆去了 不会的 不会的 我告诉你 你少跟她接触 因为你这个婆婆很厉害的 听得懂吗 对的 前世的冤结 对的 我告诉你 你婆婆真的很厉害的 你老公在不在啊 在 不在啊 不在我就多讲两句 婆婆也不在 在了我就不讲了 你赶快每天要念《新经》四十九遍 大碑做十七遍 好吧 礼佛念三遍 然后小房子 你一直要念下去 念到你彻底好转 你要放声 大概要放七千条鱼 七千条鱼 好吧 你要注意 你的 我刚刚看了你的图腾 你的妇科也不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自己要当心啊 你的肚子经常痛啊 还抽筋 还抽筋 记性不好 掉头发 对 掉头发 所以啊 赶快了 你赶快念掉之后 这些毛病都会慢慢都没有了 那个小房子还要念多少章 我看到了你的前世 你想听吗 想听 第一句话你很开心的 在天上 在天上 很开心 第二句话 你不开心的 在天上 一个仙人掌下来的 所以你这个人特别喜欢花草 对不对啊 对 你是仙人掌 你别看你不凶 但是你讲话 眼神 经常 讽刺人家 或者让人家看来很不舒服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给人家看眼色的 仙人掌带刺儿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好好念经啊 那那个小房子要念多少章 他有洁癖 小房子要念多少章 小房子是吧 小房子你就十七章一播 一直念下去 大概要念十五播 你就会明显好转 好的 好吧 你记住啊 要有信心啊 好吧 你每天早上起来会很舒服 到了晚上 你就会难过 想不通 听得懂了吗 傻傻的真的 我 你 我